他跳下深海 却被妻子救下 还没反应过来 妖女就找来 他要帮皇子灭了谭台阶 这样 谁知最后关注 谭台阶 在来的妻子的时候 叶西雾上前挡下 他不敢相信 一直恨透了自己的女人 却一直在保护 女人一直说保护自己的人 却都背叛了自己 于是只能兵情显招 这半年前一个模拟练着他 会让使用者注定不得善终 短折恨死 可只要能活下去 哪怕不得善终也无所谓 毕竟自己小时候为了 老鼠鸟兽连处 他踩着 抓住妖女 虽然还是逃走了 但能让自己有机会 救下叶西雾 哪怕自己用 所剩无几的心头血 可随之而来的反噬也来了 那就是眼睛已经变了 发现一切的叶西雾 自然不允许摩尊成摩 于是用自己的力量 吸走魔狱 谁知魔狱却告诉他 吸走魔狱随之而来的反噬 就会到他身体 也就是他最终会不得善终 如果一定要有 人承担你的组成 那宣我吧 可为了苍生 他只能这么做 还要用自己的眼睛 作为容器 于是两人眼睛交换 这一事 谭台镜欠下叶西雾一只眼 只有你活着 才能有更多的人活下来 而此时灵族的人找来 叶西雾把谭台镜交给灵族 毕竟只有母亲的种族 是真心待他 而回到灵族的他 也决定不再忍了 既然哥哥不放过自己 那就让自己来作王 既然步步退让 得到的都是大家的一次次伤害 那就让自己 结束自己悲惨的命运 可这些大臣能放过自己吗 未经许多祝禀